大家好,今天路透社报道,英伟达正在为中国市场准备新的旗舰AI芯片版本,以符合当前的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AI芯片巨头3月份推出的其Blackware芯片系列预计将在今年晚期时候开始大规模生产,新处理器将两个硅片相关的尺寸与公司之前的产品相结合。 这系列的中间产品的B200系列,在某些任务上的速度比前身要快30倍。 例如从聊天机器人获得取答案,消息人称英伟达将与其在中国的主要分销合作伙伴浪潮合作,推出和分销这款暂时命名为B20的芯片。 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B20的发货计划从25年第二季度开始。 路透车报道发布后,英伟达的股价在每盘上涨1.4%,达到了119.67美元。 2023年,华盛顿收紧对中国尖端半导体出口管制,旨在阻止有助于中国军队超级计算机的突破技术。 自然以后,英伟达就开发了三款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芯片。 美国对出口的严格管控,帮助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及其初创公司如腾讯支持的科技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取得进步进展。 英伟达为中国市场推出的Black Bear系列芯片版本将提升该美国公司应对挑战的能力。 在美国制裁之后,中国市场在2024年1月底,英伟达营收中占比比17%,较两年前26%优手下降。 英伟达现在整个市场率在下降,其他的市场份额被中国公司取代了。 路透社5月份报道,英伟达为中国市场推出的最先进芯片H20今年年初交付起步较弱,并且该公司将其定价低于华为的竞争芯片。 但消息人称,目前销售增长迅速。 英伟达今年在中国的H20销售有望超过100万片,价值是超过120亿美元。 预计美国将继续加强对半导体相关出货管制压力。 美国希望荷兰、日本进一步限制对中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也有初步计划, 对最先进的AI模型,如ChatGPD的核心软件,实施更严格的管控。 彭博社新闻报道,拜登正考虑一项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措施。 该措施允许美国阻止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产品销售后,上周全球芯片股价打跌。 那么现在来看,在美国不断地对中国的芯片产业进行制裁限制同时, 美国的这个英卫达,它却在为中国市场推出中国专属的芯片来规避美国的制裁。 那规避的方法呢,无非就是不在美国生产嘛,不用美国技术嘛。 那就是说美国自己在帮助中国来规避美国制造,规避美国的因素。 而其他的这个芯片生产的一些公司,那为了适应美国的政策,那就必须不用美国的技术。 那反而单独搞出一些技术,不用美国的技术嘛,我单独搞出一些技术, 然后向中国市场出售。 而且这是未来的趋势啊,我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啊, 你可以看现在什么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啊, 里面全部用到是芯片,而且电动汽车的芯片用使用的规模要比这个一般的燃油, 这个汽车用到的这个芯片规模更大, 而且自动驾驶用到的芯片等级更高。 那就是芯片未来是整个工业化,人工智能自动化, 它一个非常关键的大脑,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那中国方面和美国的竞争,美国要限制, 结果现在看连英伟达他都在为中国市场良心打造芯片。 那更何况其他公司,是没有人可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的采购规模是巨大的,以中国制造,世界工厂。 中国不采购,他卖到非洲,卖给阿拉伯人,卖给非洲人,卖给澳大利亚人。 那澳大利亚是没有工业的,我刚从澳大利亚回来, 那澳大利亚的街头那汽车,没有一辆是澳大利亚国产,没有一辆。 他就是个组装,就是他自己没有品牌,他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 所以要说什么,说澳大利亚,非洲,什么中东,他不是工业国, 只有中国是,卖到中国才能把他的芯片销往世界。 那也意味着中国自己摆脱美国对芯片的控制, 中国自己的芯片工业未来将有基础, 就是有需求,就一定有人帮助你制造芯片。 看到这个道理吧, 所以中国未来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 它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是全世界都大规模的开始采购芯片, 所有的产品都需要芯片的同时, 中国又控制了全世界芯片90%的生产基地台湾, 听懂没有? 台湾在解放军的射程里。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美国把中国向赶出整个芯片领域, 封锁对中国的芯片控制, 结果美国自己的90%的芯片生产, 要依赖于解放军控制之下, 解放军射程之内的台湾。 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 非常搞笑。 那么也说中国未来, 特别是解放军在台海的行动, 对全世界芯片产业有巨大的影响。 另外未来, 如果中美关系真的像之前说的脱钩了, 美国和中国真的脱钩了, 美国真的把这一步起打出去, 那美国也会失去世界上90%它的芯片攻击。 那中美脱钩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人自己也知道。 而且美国自己承认它没有能力防御台湾, 它没有能力防御台湾。 所以现在看, 台湾的台积电已经进入到一个倒计时了, 要么被美国掏空, 掏到美国去, 反正我也保护不了你, 那我就把你掏空, 掏到美国去, 远离中国, 解放军的射程, 变成我美国企业,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是我和中国脱钩, 两岸开战, 中国完成不同, 摧毁台积电。 你说台积电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它没有更好的权能。 我现在一直在想, 台积电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特别有一天你说中国产业, 芯片产业, 咱也弄出了两纳米, 甚至一纳米的, 我整个追赶也基本上追上了世界现金水平, 你台积电还有优势吗? 你台积电没有优势的时候, 我摧毁你, 或者我解放你, 我无统你, 对我自己有影响吗? 没有吧? 所以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它唯一的护国深山台积电, 现在看正在被多方式里两个大国碾压, 欧洲现在怎么也派出代表了吗? 也想到台湾来试探一下, 看能不能台积电去欧洲, 既然美国, 中国大陆你都不想去, 你来欧洲, 你欧洲也想把台积电偷走, 都搞出什么跟欧洲合作芯片, 连波兰, 波兰议员都跑到台湾想看一看, 既然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台积电偷走? 所以你看, 很多人都在盯着台湾这点东西, 有时讲就不怕贼偷, 怕贼惦记着,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这点芯片产业已经倒计时了, 不可能有未来, 不可能有未来, 因为中美发生科技战的结果, 就是中国自己本土的芯片产业崛起, 你台湾这点的技术, 人才, 那未来肯定会被中国超越, 会被中国取代,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因为这边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运转了, 中国整个芯片产业已经开始, 自己自如开始建立自己的整个产业了, 那未来不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取代你, 我觉得不需要到那一天, 超越台积电的时候, 美国就会打出台湾这张牌, 那美国不也在掏空台积电吗? 而且美国人家还有英特, 那摧毁你台积电, 对美国其实影响有限, 正好能让全世界的芯片产业到美国设厂, 你看, 对中国进行封锁, 所以台积电未来, 我觉得它已经没有未来, 它就是被中国和美国完全瓜分了, 像乌克兰一样, 所以从英伟达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再到整体中美的科技战, 我觉得反而中国做好了准备, 这对中国最有利, 特别是武统的准备, 反而限制了美国打出台湾牌, 美国和中国的科技战, 让美国不敢太过分, 而且美国现在和中国的科技战, 其实美国给了中国时间, 因为中国也有稀土, 所以美国也不敢完全切断芯片, 所以双方有交易, 那其实就是在给中国, 这个短暂的时间, 让中国完成整个芯片产业的重组, 崛起和国产化, 所以未来的世界我说过, 就只有中美两家在玩芯片, 玩科技, 有了芯片, 你生产的一切都将是人工智能, 进入到一个科技领域, 而不是简单的工业品了, 就变成高端制造业了, 所以中国未来的芯片产业, 是一定崛起的, 因为有市场, 有需求, 你就一定能够完成整个产业链的重组, 花大件钱买, 因为有巨大的利益, 是一定有资本家愿意跟你合作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台湾, 什么英伟达这些芯片公司, 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注意到, 整个芯片产业开始出现中美的两个系统, 分家了, 自己要投注, 就不能光投注于美国, 也要投注于中国, 所以英伟达也在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 你记住啊, 量身定做什么意思, 就中国有要求, 你得按照我的指标, 达到指标, 我才能买你的, 不是说你买一个美国市场降级的东西, 卖到我这, 我什么都要, 不是的, 说我要你必须想办法规定美国制裁, 同样你的性能还得达到我的要求, 我才买啊, 那是美国的英伟达为中国躲避美国的制裁, 建立一个渠道, 而且性能还达到中国的要求, 你看到了吧, 那英伟达在做什么呀, 两头下注吗, 中美两头下注吗, 俩市场我都要, 英伟达是这样的, 那未来其他企业呢,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所有人好好想一想, 美国能限制住中国的芯片产业吗, 最重要是芯片产业是资源非常密集的, 资金非常密集的, 投入几百亿, 卖不到中国去, 远离世界工厂, 那我还怎么挣钱啊, 怎么回总资金啊, 怎么继续投资啊, 听到了吧, 它是个循环, 必须快速回总资金, 然后去研发下一代, 我才有技术优势, 逼着你英伟达, 也得向中国市场出手, 你能陷入中国吗, 你看看中国未来电动汽车, 那种规模, 对芯片的需求, 这不是美国一家能做到的, 这是整个世界产业链, 供应链大的趋势, 无法阻挡的,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芯片, 中国芯片, 那最后的国产化, 最后的中国芯片的自给率, 不使用美国技术, 是迟早的问题, 而且这个速度中的加速, 资本, 资本家, 是没有国界的, 他们只是看利润, 所以美国, 你从川普上以后, 你会看到很多变化, 川普, 拜登很多政策, 其实是刺激了中国整个芯片产业的自给自足, 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 继续向中国出售, 中国芯片产业自给自足, 有这么强的动力吗, 想一想, 反而是美国这些政策, 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科技公司, 帮助中国完成了国产化, 看到了吧, 有时候这个世界就什么吊诡, 我是支持奥亚德鲁崛起的, 所以中国未来的崛起, 就在于中国的整个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就在于芯片, 汽车加装了芯片, 人工智能变成自动驾驶, 这就是机器人, 这就是高端指导业, 所以未来的中国, 芯片产业一定能自给自足, 摆脱狼主萨克运的技术, 欧亚大陆真正的崛起,